未別去年恐怖爆炸攻擊的陰影 2014波士頓馬拉松正式起跑 總計超過三萬七千名選手參加 現場滿滿跑者 全都用行動支持這項賽事 昨年是很瘋狂的活動 但這年似乎有二十多人在祈禱 很瘋狂 看到所有俄羅斯的勢力 所有人都在一起參加一種賽事 和一種大天 除了民眾感性到處參賽心得 今年拿下男女子冠軍的選手 也向大家分享內心感受 那四個死亡人們 我們不可以回家 那些人同樣的傷害 我都說 我會用力量去贏 這是我的夢想贏俄羅斯頓 這是我的夢想 特別是昨年 做得很像紅色套子 試試做的同樣子 我開心地說出來 我做得到了 我決定來來來去 Postone 再次 去支援人們 和表達人們 在Postone 我們一起 所以我來這裡 今年的關賽人數 比起去年多了一倍 大夥帶著勇氣 抹掉爆炸案 悲慘回憶 一讓這場馬拉松賽事 多了份和平和勇敢的氣氛 每位跑者也向全世界展示 他們對體育的熱愛 以及永不放棄的態度 借絕對 我記得 … 我想